而在疫情考量下 地方重要特色活动也都跟着超前部署 为全国原住民最大聚落的光复乡 每年盛大庆祝8月1号原住民族日 而乡公所也在今天就邀集了部落头目 干部以及村长来召开筹备会 初步讨论决议将以原住民族日增设原有 以及传统记忆文化为活动主轴 为原民日活动超前部署 虽然距离8月1日的原民日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然而在疫情多变的当下 相关活动的准备与规划 光复乡公所都已经提前部署一应万变 等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企迹的话 如果同时在那个时候一起办的话 我想是很好 8月1号原住民族日应该也要有一个 我们族里的这个活动演讲比赛或者是歌谣比赛 光复乡为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 也是原住民指标性乡镇 每年都会盛大举办庆祝8月1号原民日 但在疫情考量下 乡公所今天邀集部落头目 干部以及村长们召开筹备会 先议员蔡一静也到场关切 从活动内容项目地点以及交通运输 活动宣传等等议题 现场热烈讨论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一定要把它书面资料化 可是不是像我们所用的一个大字幕 什么时候争取到 什么时候经过国民代表达到同意 然后在8月1号是定为我们原住民日 我们要记住这样的取得是不容易的 如果说有拔告的话可以做三五五五一比赛 各村然后中午我们共识 下午的话我们可以做各村的一个歌谣比赛 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这样子 到底以前这个地方的地名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怎么在这里去生活的 我觉得这些部分也要做一些地步把它阐述下来 接近讨论交换意见之后 亲自主持会议的乡长林清水也初步决议 将以原住民族日震慑原油 以及传统记忆文化为活动主轴 为原住民日活动朝前部署 所以我们今年度可能会强调说原住民日的由来 因为很多人还不晓得 由来它演变 然后像有些童幻的趣剧展示 支部的静态的让大家知道传统的一个记忆 然后现场比较活泼的 比如说歌舞也好还是补鱼也好 这些让大家快快乐乐再过一天 一个原住民日有益的原住民日 光复乡拥有马台安与太巴朗全国两大二美族重要聚落 乡公所也编列总共40万元经费 由马台安以及太巴朗两大部落分别领头 以自己的部落文化特色为主题 办理八一圆明日庆祝活动 让袁翰都能正视并尊重台湾岛上的多元族群社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音乐本码祝活动 感谢观看